任达华陪妻女到马尔代夫度假,享受阳光与海滩,住水上别墅太惬意 12月23日,据港媒报道,任达华一家最近去了马尔代夫度假,玩得很是开心 琪琪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了度假的照片,只见一家人现身海边,享受阳光与海滩 一家三口军穿着白色便服,打扮默契十足 琪琪穿着白色衬衫,头戴草帽,造型很有度假风情 年纪不小的她,无论皮肤还是身材都保养得宜,气质一如既往的出众 任达华穿着白色Polo衫,头戴棒球帽,衣着简单 她留了满嘴胡子,让她看起来越发的有男人味 另一张照片中,爱女人秦家穿遮吊带站在海边,大秀身材 她将一头长发披伞在肩膀上,再配上清淡的妆容,看起来很是清纯脱俗 据了解,任达华一家将在当地过圣诞,下周才回港倒数迎接新年 他们此行大玩游泳,潜水以及骑单车 他们还入住别具特色的水上别墅,生活十分惬意 骑骑笑颜,女儿像美人鱼一样,天天跳进水和晒太阳 任达华专程陪妻女出国度假,其实为了给女儿过生日,因为女儿平安夜就满18岁 事实上,出国度假前,任达华琪琪夫妇就在高级餐厅包场,开派对为女儿庆祝生日 因为他们觉得已经三年没有好好帮女儿过生日了 有那么多人为自己庆生,她开心不已,不停拍亮照 任达华夫妇则帮忙招呼客人,两人均笑容满脸 一家三口还拍摄了全家福,已经比爸爸高大,跟妈妈差不多高的她 与父母抱住一团,画面温馨有爱